想近近看到極光 今次我們介紹一個非常特別的團 有些小食和生果 大家就在那裏靜待北極光的來流 紅色的極光、綠色的極光 都很美 馬來西亞榴槤有20多個分鐘 我自己也吃過有幾隻當地才吃到的榴槤 例如紅蝦、D88、白雪公主等 我們的馬來西亞團都會任吃榴槤 即開即吃 世界那麼大 季節限定去雲曬 歡迎收看開箱靈團 我是大家領導阿KING 我是K K 你好 上一集我們分享了一些春夏的好推介給大家 沒錯 收到很多留言說不夠後 好像還想我們再介紹多一點 對 中重要求 所以今集我們再加碼 我們會介紹四個季節限定推介 包括莫河追蹤極光之旅 還有馬來西亞任食榴槤之旅 還有歐洲王牌全包之旅 還有地中海哥斯達郵輪之旅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我們有些限時優惠送給大家 開始之前記得按分享、訂閱和讚好 記得按鈴鐺 是優惠優先看 阿KING 近年很多我們的團友說 我們很想去看北極光 是 我們支持特色帶去北歐 看北極光 或者加拿大黃刀鎮 其實原來近近的地方 可以去看北極光 沒錯 如果大家想近近的看到極光 其實今次我們介紹一個非常特別的團 就是去到中國最北的城市 莫河這個地方 去追蹤北極光 我聽過這個地方 是 莫河這個地方 其實是中國偉度最高的城市 也是中國最北部的城市 在莫河這個城鎮 有一個地方叫北極村 我們團隊會安排大家在北極村住宿兩個晚上 在晚上的時間也會安排一些帳篷的天幕 給大家在那個地方有啤酒、汽水、小食、水果等 大家在那裡靜待北極光的來臨 是的 之前有些客人拍到一些照片回來 拍到紅色極光、綠色極光 也很漂亮 也很幸運極光 我想一輩子難忘 是的 當然極光真的要講彩數 但是除了極光之外 其實那個位置看星星也很漂亮 因為沒有光污染 是的 沒有光害 所以天空非常七黑一片的時間 看很多星星 而且很舒服 莫河這個時間的天氣 其實大概是十多度左右 因為如果冬天這個地方很冷 可以去到零下五十多度 所以我們選擇大天 這個季節去就最好了 是的 因為在每年的六月份 其實莫河都有一個極光節 是特地為追蹤極光而設 所以我們今次的行程非常特別 我們就會去到莫河這個地方 除了莫河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地方會去的 這個團 是的 這個團特別之處 它會去問內蒙古 內蒙古當然最漂亮當然是看一個 呼倫貝爾大草原 這個呼倫貝爾大草原 我們會住一晚特色蒙古包 早上可以出去看日出 以及我們特別安排 會坐越野車穿越大草原 好像有人拍片 是的 我們會有專人為我們永安的粉絲 拍攝15秒的視頻 送給我們的朋友 即是不用自拍了 可以幫我們拍 還有我們會感受一下內蒙的一些風情 譬如品嘗下馬酒 獻下哈達 有沒有羊吃 也有機會 有全羊煙 你最愛吃的 是的 沒錯 除了蒙古之外 內蒙古之外 這個行程也會去到哈爾濱 是的 因為那些地方 其實我們會去到中俄邊界那邊 是的 哈爾濱這個地方 除了冬天很吸引去看冰雕和雪雕之外 其實夏天去哈爾濱 其實一樣都很美 因為哈爾濱本身這個地方 其實是很有俄羅斯風情的 很多俄羅斯式的建築 例如有個聖蘇菲亞教堂 很棒 甚至乎有個俄羅斯風情園 在裡面我們會看到很多仿俄式的建築 以及也可以品嘗一下福特加酒 吃一下聖彼得寶的大餐等等 另外這個行程很特別 剛才你說過中俄邊界 因為那地方非常接近俄羅斯邊界 我們這個行程特別會安排 坐船游黑龍江 因為黑龍江是中俄的界河 直接在船上看對岸 已經是俄羅斯的角度 所以非常特別 還有剛才說過 我們在冬天哈爾濱看冰雕和雪雕 其實原來有一個室內的冰雕館 這個行程都會去到的 嘩 都看到冰雕 所以就算夏天去 我們都有機會看到冰雕 非常精彩 以及航班上這個行程都很舒服 很順路 因為它是大連入 哈爾濱走 沒錯 中間有兩程的內陸機 對 截散了很多交通的時間 還有住也有特色 兩晚北極村 有蒙古包 還有大城市 我們會住國際品牌的五星 所以吃住都包了 非常好 所以大家看好行程 就不要錯過我們這個下季的江之旅 King 又到五、六月了 什麼事領水果是最常做的? 五、六月當然是馬來西亞榴蓮 嗯 真棒 真棒 你喜歡吃榴蓮嗎? 總而是馬來西亞榴蓮 我在香港吃很多 我吃過貓山網 B24 不過我所知很多品種很稀有 真的要飛到當地才能品嘗到 沒錯 因為馬來西亞榴蓮有20多個品種 當中有些品種其實香港就沒有吃到 因為馬來西亞榴蓮是吃樹上熟 即是一摘下來就吃了 因為再等多幾天可能已經太熟了 所以香港不是說全部品種都吃到 之前我們永安的代言人周易偉 也曾經帶我們去周遊馬拉 我有看過 他也吃到很滋味 我自己也吃過有幾隻當地才吃到的榴蓮 例如紅蝦、D88、白雪公主等 我記得紅蝦的榴蓮令到很難忘 因為它是很creamy 那種甜又不是非常甜 但是味道我自己很喜歡 你又喜歡吃哪一隻? 我吃過一隻叫高山XO XO顧名之意就是吃下去有酒味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這個月份出發五、六月的時間 我們的馬來西亞榴蓮都會帶大家去一些果園 或者是農場任吃榴蓮 即開即食 即是吃多少都可以 是的 還有其他使用水果 很棒 除了吃榴蓮之外 還有什麼行程可以推介給大家 本身這個任吃榴蓮團 我們有一些特色的行程 包括其中我會介紹一個 參觀一個原住民叫馬美里族 馬美里族在馬來西亞園外已經有400年 我們帶我們的永安粉絲去到那裡 就會和原住民在傳統服飾一起跳舞 而且他們的民族很漂亮 是編織的 那些紀念品也很漂亮 據我所知馬美里族的馬來西亞園 其實是解釋森林之王 是的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去做森林之王 除此之外 我們現在也有些特色行程 例如去瓜拉雪蘭娥那邊 去看藍眼淚 你知道藍眼淚是什麼嗎 我知道了 是一種發光的草淚 海藻淚 是發藍色光的 站藍色很漂亮 通常是晚上時間去看的 我們會去紅樹洋地區坐船 看看螢火蟲和藍眼淚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很生命特色的景點 我覺得這些行程 不是一般市場的馬來西亞行程 另外 吃東西方面 住方面馬來西亞向來也是非常高質的 是的 其實這個屯屯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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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改建的精品酒店 自己肥了多少磅 大家快些布团 因为这是五、六月季节行定的任食榴莲团 K,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资深的欧洲领队 未来我打算和太太捕捉Honeymoon 我太太很想去欧洲 因为她没有去过 她有几个要求 第一她要去最出名的地方打卡拍照 另外她也很喜欢购物 你有什么推介可以介绍我吗? 当然有,我会推介你参加我们公司 欧洲王牌十三天全包之旅 这个行程我们去的国家一听都很出名 包括我们去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意大利 意大利还有各中国的凡帝江 我们去的城市都是最出名的 处处都是打卡位 还有我们也会有些时间给你买到当地特产 给你满足老婆的购物 简单我先讲一讲行程 我们头站会有英国的伦敦 英国伦敦一定会看到白金汉弓 还有大英博物馆里面会看到很多不同 值得看的剪品 再下去我们去到荷兰 荷兰我们会看荷兰运河 坐玻璃船 另外也会看到木铁厂 芝士厂 荷兰有什么可以买到的呢 你老婆应该很喜欢的 铸石 对了 有没有买 结婚和求婚的时候有没有买的呢? 有的 但我老婆也不太小 所以想要多大一点 有大一点 对了 可以去到再买大一点 然后我们再去到比利时 比利时很有名的 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大广场 还有一个小英雄铜像 去到法国巴黎 这个花刀也是我们行程中之中的 我们会逗留两晚 市内的酒店 巴黎的一些最出名的景点 包括蒙帕纳斯56层的观光层 360度 可以拍到巴黎铁塔 拍到的 遥遥地对着 还有我们也很浪漫 包了一个蔡立河游传堂 看海船门 拿破仑舞等等 接着我们也去到瑞士 瑞士一定不少 就会看什么呢? 铁力时风 对了 我们会看雪山最出名的铁力时风 特别我们会安排360度吊车 上队是看亚尔卑斯山的形式 想问领队有没有时间给我买标? 瑞士一定有这个地方给你买瑞士的名标 要多买几张卡才可以 对了 那就要了 接着我们也会去到奥地利的山城 很出名的叫恩斯布鲁克 除了看中世纪古城之外 我们也会看当地的一个特产 就是斯华洛世纪水晶世界 很漂亮的里面 就是有很多大小的水晶 很多水晶做出来的公仔 是的 都会买到的 很漂亮的 最后我们就会去到意大利了 意大利一定会去到首都罗马 罗马一定会看到兜修墙 许愿全 另外也会看到意大利的七大建筑奇迹 这个比萨斜塔 可以在那里打卡 还会去到樊底岗 会看到天主救圣地 还会去到意大利的水乡 威尼斯 看圣马可赶场 看看水乡的风情 很吸引行程 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听过的 我觉得你老婆一定会喜欢 食物也很严谨 这个团我们也吃了很多当地的特色餐 包括有法国大餐 也有猪手餐 或者意大利的海鲜腩 这个团也是我们公司最受欢迎的 优游传包系列 我知道 我们免收服务费 而且我们不需要再自费项目 因为市场上也有一些要再付几千元 很多我们永安的粉丝喜欢 你全包了 不需要再自费 包括机场税 燃油费 餐食也全包了 一个价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只带钱去购买就可以了 快点报名 准备报名 大家一起去玩 我为我们永安粉丝 推介哥斯达邮轮的胜赞号 泥水游轮我自己很喜欢它的路线 因为它是玩几个国家的 包括在威尼斯上路船 当然会玩意大利 另外它这个行程不是去爱琴海 正如你所说 就是去另一边的爱奥尼亚海 另一边 所以这些地方是比较小市场去做的 爱奥尼亚海当然会去到希腊 一些爱奥尼亚海的小岛 亦会去黑山共和国 亦会去黑山共和国 首先我介绍一下 这是意大利的部份 它会去到威尼斯上船 然后行程会安排去维来纳 维来纳很出名的 是一套经典的 叫做罗墨欧与朱丽与 在那里拍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未出生 朱丽业故居 还有行程里面很漂亮的中世纪城市 另外这个行程最特别是去巴黎 意大利南部巴黎这个城市 有一个世界的文化遗产 名字很长的 叫做艾尔贝罗贝罗 名字很长 不过我简单叫蘑菇村 我去过那里的团友都很喜欢 因为它有二千多座 造型很奇特的一些蘑菇屋 好像去了童马世界 很有趣 其实这一屋已经数百年了 整个地方都是这些蘑菇村落 另外这个行程也会去到 你很熟悉的 阿尔尼亚小岛 希腊那边 你也介绍一下 可以了解一个是科夫岛 这个科夫岛被称为绿宝石岛 因为这个岛上种了很多橄榄树 岛上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建筑、修图院、教堂、布袋馆等等 你有看过这部韩剧《太阳的后裔》? 有 我有讨过的 那个主角、美女、宋重基 宋重基 当时他们去取景 有沉船湾 我记得讲过 对 就是这个 就是金属斯岛 对 还有一个叫艾哥斯托利岛 繁华的港口 所以希腊会去这三个小岛 另外行程也会去黑山 黑山和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古城 叫科托尔 科托尔是一个 其实是九世纪开始在这里的一个古城 是一个中古世纪的古城 在那几百年间不停地去修建 也很漂亮 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城墙去看 其实那个古城就是一个游轮的码头旁 一落船就已经走到古城 还有那个古城我知道是世界文化和自然的双维产 所以名气真的响咚咚 另外也会去黑罗地亚 黑罗地亚中间也会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你好像去过 这个地方叫扎达尔 是黑罗地亚的第五大城市 扎达尔最有名除了有城墙堡垒之外 这个地方由于是向着西边的沙滩 最漂亮的就是看日落的景色 不是K所说的 这是经律大师希治国所说 你要看欧洲最漂亮的日落 就是去扎达尔 最后会去到威尼斯 走到威尼斯是水乡的行程 所以整个行程我听到真的很吸引 还有哥斯达尤隆我经常上的 整艘船给我的感觉很意大利 很度假式很浪漫的风情 吃点东西也是 可以的 义服式大船 pizza很棒 还有脚扒餐一楼 如果大家对的话 这个行程是6月份 6月28日 这个时间我觉得是最好的 因为7、8月 阳光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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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琴海有风平浪静 大家看看行程 正好就报名了 K今天我们再介绍了4个 季节限定旅行团 我们回顾一下这4个季节限定旅行团 包括追踪幕河的极光团 还有马来西亚任食榴莲团 还有欧洲王牌全包团 还有地中海哥斯达邮林之类 大家可以看到最后 我们最高的优惠是竞减1000元 记得5天内到我们 热线中心 分行 网页 Apps来到报团 我们今次也有彩蛋优惠 最后的彩蛋优惠就是 今次会介绍大家一个连南美景 顺满三天团 我们会乘坐西九高铁往返 行程也会去到云冰山风景区 欣赏到瑶族的歌舞表演 食方面我们也会有鲍鱼海鲜鸡煲宴 水廉洞凤凰展翅宴 如果对这个团有兴趣的 团友 数以下的KR Code来到尽快报名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集的开箱旅行团 离开之前记得帮忙订阅分享和点赞 还要按下小铃铛 优惠优惠 优惠 下星期三 开箱旅行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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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